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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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来说 時間已经到了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 台湾建国证明制限国势参上健土会 这期是第128期 今天是2020年9月19号的灾压高点 现在就要来开始 这期是邀请到李慧希博书 来给我们做专题演讲 台湾的选务不容置疑 不然就该被死租台 欢迎 欢迎 欢迎大家来参加 收听和收看 我们这个建土会的总统是 结合台湾海来岸 有心想要推动台湾的恐怖 制限制限 独立建国的优质技术 提出方法并请这些 我们建土会也不许 去邀请有理念 有行动力的全培 或是新郎 来加入我们讨论的认定 不想找出台湾有尊严 走向中国和美丽 独立建国的路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李慧希博士 李慧希是北一路毕业 台台農業经济学习和学习 的乱象有些亲密的观察和研究 了解乱象的根源 今年年车代表书法改革 在中正和万华 这区选立委 我们非常欢迎 李慧希博士来跟我们演讲 今天是台湾的选务不容置疑 不然就该被使租台 是不是说差不多30分40分都可以 然后再请其他人来做会交往意见 希望李博士可以帮我们回答 好 现在就请李博士开始 请 刚才那个题目是曾博士帮我订的 那我的题目是在我的PPT上面 很接近 基本上就是在讲大选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那我想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就是用几个字来做定论 就是说做贼的喊抓贼 因为我只是一个公民去投票的时候 然后我当场发现那个投票的指向还有封条 有问题 那我就是去请在场的人来协助处理 结果没想到我被当成我当天还算是候选人 那我就我还表示我是有候选人资格 可是他们竟然对我动出暴力想象 而且那个速度来得之快 我真的是来不及反应 甚至我在跟张敬律师在通话当中 就被硬生生的抓住 然后就抬到30公尺 然后再抬上车 那我现在就把那一天发生的这个过程 更细部的来讲一下 就是说奇怪我要跳下一页 我刚刚讲的这个做贼的喊抓贼 这是有历史故事有来的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贼 他为了遮掩自己的犯罪的事实 然后要隐匿起来 就故意制造混乱 把这个目标移转 把这个别人都说成坏人 这个就是当天 当天我发现这个投票箱的问题 的一个情况 那一大早的时候 我很早我就过去投票 因为我想说早点去投票 我下午到竞选办公室 还有一些事宜要处理 那我想说我早去找回 所以也就没有吃饭 那去投票的时候我就发现 那个投票箱是松垮垮的 而且这个封条没有盖其凤章 我想你们在这个 我的PPT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两个图形 两个图片 两个图档 那这两个图档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我们国家 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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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的票箱 那里面的 就是这个票箱 左边这个图 看起来是 那个 跟封条 是根本没有 密接的 那里面 那里面呢 里面还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 有些影片 你可以看到里面 还多一个夹层 那我当天看到的 就是 就是这个 投票纸箱 还有 没有盖其凤章的封条 那因为我常常在 在诉讼 所以我知道这个 这个封 其凤章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其凤章 就封条跟这个纸箱 随时可以 可以抽换 抽换掉 所以这个其凤章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当天我看到的 竟然就是没有这个章 所以我就是请 请这个 中选会或台北市 选委会的人来处理 可是呢 当天有一个警 穿着 穿着类似 左边这个 这是示意图啦 左边这个 这个警察的这个 可能像看起来像警察 他穿着类似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服装 要我到后门去等 那我就在后门等的时候 来的是一个 有一个背章 那么是挂着护证事务所 那那个张金说 不可能是护证事务所 应该是选物的人 可是我看到他那个 那个牌子就是 就是写护证事务所的 那他手上一个册子晃来晃去 我跟因为我跟他要 要这个法规嘛 那他拿那个册子 在我面前晃啊晃啊 就是不让我看里面 那个法规的内容 那我就更加的怀疑了 然后他就赶快呢 离开我的视线 那不久呢 就来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就一次就来了四个警察 那一人一嘴 一人一嘴七嘴八舌的 不断的一直在那边说 然后故意要制造说好像我很吵 然后也说我吵 明明我只有一个人 那他们四个人不断的在那边说话 然后竟然说我吵 那我就跟我就发现 事态不太对 我就说要等张静律师到场 因为我已经在后门了 其实不会影响 我那个投开票所的后门 跟投票的里面 室内是完全隔绝的 那事实上我在那边讲话 我们在那边讲话 其实不会影响到里面的人 那我在后面 后门我就说我要等张静律师 可是呢他们不让我在后面等 那我那时候看状况不对 我就赶快打赖给张静律师 那结果呢 在我拨通的时候 那你看没有没有多久 就被几个警察 大概四个一次来四个 把我抬两次 第一次先抬到30公尺之外 在后门后门的30公尺之外 其实还是有一点远 那把我的眼镜扯破 还把我的衣服拉扯到 内衣都露出来了 那在30公尺之外呢 那个四个警察 还是继续对我七嘴八舌 他们就是不就是论事 也不用耳朵听我在说什么 他就一直要 要好像是制造混乱 要让你 因为我过去我 我发现就是说很多的警察 他碰到这种状况 他们就是要让 让这个当事人激怒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们有这个意图 那所以我自己算是比较冷静一点 那么但是呢 不够多久 竟然就跑来一部警车 还有一些警察 那什么话都不说 就立刻把我押上车 那他指使到西门派出所中间呢 都不告诉我 我一直问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因为我要联络谁可以到 到他要把我强压的那个地方去 那他是都不跟我讲 那直到呢我被送到西门厅派出所 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带离我住家 比较远的那个派出所 我住家比较近的是桂林派出所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 带到比较远的那个派出所 那我到了这个西门派出所四楼的时候 那么有看到这个押我去的两个女警 和两个男警 他还是一样 四个人一人一嘴 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 跟我这边瞎扯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手肘很痛 我才看到有一个女警 她的指甲非常长 那我就在那边有一点就是 就是说我要去请她拿一张纸 我要投诉这个女警 那这个女警呢 跟在场的一些人 她完全不理睬 也不让我来投诉 那那时候呢 就是说他们的态度对我非常差 那刚好 刚好那个张静 就来到了西门派出所的四楼 那么就问我说 警方有没有告知我罪名 那我说我被押到这里的时候 话筒一直开着 你如果没有听到 他们就是没有跟我讲 那这个时候呢 张静律师就立刻对在场的 原来很凶的那几个原警 说你们对李慧熙犯有非法逮捕 私刑拘禁防害自由的刑事罪 然后他们几个才吓到 对我态度才比较好一点 然后往后退 本来就是在那个密室的时候 对我就是一直在我面前 这样子凶凶巴巴的 可是当张静律师这样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才恍然大悟 态度立刻转变 那我当时呢 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喝水 人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就要求就医 那那个内情的原警呢 就说要请示检察官才会放人 让我去就医 那我就等了一会儿 那我内情才拿出一个公文 就念给我们听 就内容是强压 我的原因是保安处分 竟然是保安处分 那也在说 继续跟我们讲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签名 或者是不签名 那个保安处分 那个李小姐先等一下 庄圣金请你把声音关掉 ok好谢谢 好请继续 就是说他们 他们说要押我的罪名叫做保安处分 那我 我就查了一下保安处分 是指我原先有 是对于一些犯罪的人 那他们可能有重复犯罪之余 那这个 这个警察强制 一个强制的作为 可是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 那他们明明知道就是说烂群羁押 没有告知我罪名 那就找一个 找一个理由 找一个理由 来 来 来让他们有台阶下 那那时候呢 我们看到 我和张静玉是听到说是保安处分 我简直是 简直就知道他们乱搞 那他就是 就是这样子让我能够 就是因为要放我去就医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选择不签名 那这个时间呢 大概就是我记得 曾博士你记得我们从西门 当时那个曾博士也已经在楼下等了 你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 大概是12点半左右 对不对 那就是 就是这个在警察局里面大概扯了将近两个钟头 然后呢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忘记我们的群组里面有一位工作人员 他算是还算蛮厉害的 经常在看这个新闻媒体 那他竟然就看到我被各家媒体 各家媒体去传这个警察激压我的那些影片 那我放出来在这里 这一家是这个ET Today 新闻放的影片 因为这有点长 我不知道需不需要放给你们看 那要放给你们看吗 好 那我放一下 应该只有一两分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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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立新闻 虽然他们各个媒体都有自己不同的标题 可是影片几乎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要再放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几乎他的影片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影片 这是中天新闻的 然后这是民事新闻的 这是一苹果的 看起来影片都是同一个 都是采用同一个远景的影片 那他们放出来的 放这些影片的时间 我这边只是列出有在网路上 有播放影片的这些媒体 那有一些没有播放影片的媒体 我加起来大概有16家左右 包含一家国际的媒体 大概17家左右 那么这是联合新闻的 好 那就是说这些媒体 大部分的都是在投票当天 下午4点以前把这些影片放出去 并且呢 他们的这个浅词用字 都是对我非常地负面 比如说这个联合新闻 说这个台北市立委候选人之一 票箱封条煤旗凤章 躺地不走 遭驱离 事实上不是我躺地不走 是他们四个人把我四肢抬起来 那因为我当时在等张静 所以我是站着的 但是这个媒体 他没有来采访我 我所播放的这个媒体 没有任何一家来采访我 竟然全部对我 就是类似什么躺着不走 很狼狈 都是这种非常负面的这些用词跟用语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些影片 绝对不是 因为当天那个 投拍票所30公尺之内 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接近的 除了这个工作人员和警方以外 那所以呢这个影片 铁定不是媒体拍的 而且每一家的影片都一样 显见是警方给的 那我记得前面有一家 就直接就写是警方给的影片 那基本上整个整个我被 就是说这个曾苗红 形容死出台的过程就是到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执意的道理 有没有理 就是我们当天使用的投票箱的长相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影片是我在网路上搜寻的 就是事后好像是中选会 还是哪一个选委会 他因为要对于很多民众拍的影片去 应该是在讲 他反过来去宣导说他的合法性 所以他们用了这些图片 跟让媒体来替这个中选会来解释的一些图档 那从这个图片可以 这个玄武人员他拿的这个纸箱可以看到 右边的这个纸箱下面有一个白色的夹层 我们他没有手没有放进去 你不知道那个是一个夹层 那网路上有很多的影片 就是在选报票的时候 那个从那个夹层里面拿出很多的选票 这个不是我不乱说的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票箱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再来 那以前呢 以前使用的投票箱 大部分都是这种压颗粒 所以我当天的质疑 各位可以想想 我当天的质疑应该也是有理的 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投票箱可以用 他不用 然后用一个纸箱 然后那个又松滑滑 又那个封条又贴的贴的这个不紧密 又没有盖其凤章 所以我当场表示说这个我是当事人 所以我请求这个选务的人员立刻来处理 我相信应该是合法的吧 那可是呢 我们当我去质疑的时候 那么这个中选会跟地方选委会 没有任何人出来去解释 对于甚至我是候选人去质疑 我是去投诉 他们应该来处理 可是他不来处理 竟然这个二话不说 就让原警把我 那个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我刚刚有讲过 我跟张静律师 我甚至在打电话当中 他就立刻把我拖走了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质疑的是选委会 不论是中选会或地方选委会 他们的选务工作 或者是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票箱的问题 我们有这样质疑 我做这样投诉 那原警就知道说 我在投诉的是 是选务工作 那么原警应该保持行政中立 但是他没有那么做 竟然是把我拖走 而且是用这个 妨害我自由 而且私行拘禁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 如果他是很 我真的犯罪 那么是很公平公正的话 应该告诉我我犯的罪名 然后把我 要把我积压到哪里 他应该都讲得很清楚 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当天我从这个开票所投票的室内移到这个室外后门的地方 我并没有妨害在投票 在这个投票所内 在这个投票所内投票的民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选霸法第108条 那选霸法108条就是指 看108条第二项 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内宣扰或干扰 劝要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这样才违法 是干扰宣扰或干扰 劝要他人投票或不投票才违法 我完全没有这种动作 所以他们把我拖走就是要栽赃我 栽赃我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有去查这个中选会 他在网络上公布的一个 对这一条的说明是更加的离谱 他说投票所30公尺内外 都不可有干扰 干扰妨碍 或扰乱投票或从事录影监控他人的行为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108条是指在30公尺之内 可是在中选会的网站竟然连30公尺之外 都要禁止人民的一些行为 那就非常离谱了 他们就是不断的在曲解这些法条 包含就是我根本没有妨碍或干扰他人的投票 而是我是质疑这个中选会 或者是地方选委会这个票箱的作业上面的问题 根本没有妨碍他人的投票行为 结果他们竟然利用暴力的手段 这样子对一个候选人做这样的行为 事后我刚给大家看了 还故意在选举还没有投票还没有结束 竟然把那些影片就发给十几家媒体 那大家可以很清楚 我们国家这个警方配合这个选委会 好像所作所为都已经超过他们的法律的权限 那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的公民的权利是在哪里 还有公务员的义务在哪里 我们当然是要去看 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上面的权利可以来保护 那公务员他们在执法上面他们依法行政 是要依哪一些法条 那我们要被保障的就是宪法上面 人民的言论自由 第十一条十七条是选举权 那二十二条就是其他自由跟权利等等 那到底我质疑这个票箱的问题 是不是算言论自由 那有一个资深的庄先生 他打官司打很久 他说这个算是评论 那不论是评论或者是言论自由 都表示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那对于公务员要依法行政的话 我查出来这个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 他们对于选选举选举的时候 那么他们要保持中正公正的这个立场 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 机会或方法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还有就是第十二条 他的权量要秉持公正公平的立场处理 不得有差别待遇 那我质疑票箱的问题 应该是我的对象 应该是政府单位公务员 那他对于我和我的对象 就是中选会或者是地方选委会的公务员 照理说是要公平不能差别 可是他竟然不去处理这个 选务工作有问题的人 竟然是去把我用违法积押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公民发现这个选务上面的问题 好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在去2021年 发生了一件这个警察 他在路上随意盘检一个女老师 然后把他做那个 类似摔角这样子对待 然后也是把他压上 他好像是把他用手铐靠起来 直接到警察局去拘留很久 后来那个占星的女老师 据说他好像是教肚皮舞的吧 非洲谷的 一个女老师 最后他去请律师提告 他有告成功 那个警察最后好像是有被判刑 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现在台湾很多的警察 他的权力无限的扩大 他们这个滥权羁押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 那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我去研究法律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 就是公权力 公权力他们就是过度扩权 那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 我觉得政治已经没有办法解决 我就是说 其实我去选举 只是在试另外一个方法 可是事实上 最主要的就是司法要独立 利用法律来解决 这个政治人物他们掌权之后 他们的这个团队 执政的团队 他没有站在人民的这个利益上面 来保护人民 那尤其是所谓的正当的法律程序 就像是我质疑这个公务人员 他们悬务工作有问题 那他的程序上面呢 是不是直接把评论的 你刚刚讲评论跟言论自由的差异 不论是评论或言论自由 把它变成这个主观认定成有罪 然后直接就就找警察来把我接压 那警察来的时候呢 也不按照他的应有的程序 比如说告知我我犯了哪一条罪 让我有辩驳的机会 或者是我可以打电话找律师到场 他才去做 可以再把我请上警车 再带到派出所 这个过程完全都不是这样 所以他们都没有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 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是我们目前台湾 这个公权力违法滥权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于除了警察违法以外 中选会地方选委会 他们这样子的违法 使我们看到的就是公务人员 他的权力无限的放大 而且人民的权力是被限缩的 我就很担心 我们国家以后变成集权的国家 那个警察的国家 或者是导向集权的国家 所以我今天 我接下来我去做了一些后续的救济 除了提字数 然后在1月19号 这个中选会 发布了这个选举公告之后呢 我决定去号召这个群众去提起集体诉讼 然后我在2月5号呢 我就你看我2月1号号召到5号就有100多个 我们只有透过真马红的频道 还有我的频道 他的频道人数比较多了 我的频道人数比较少 那就是有看到的人就立刻来加入 就两 这才两三天 就大概100多个人 100多个人 130几个 现在看起来大概接近140个加入 那就是大家都是做原告 去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选举无效之数 那我的报告先到这里 对 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 OK好 非常谢谢李慧希博士的 把那一天的事件 非常详细的 以他的本身的观察讲出来 而且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过来的整个动作 他是持续的做下去 所以希望 这样才有好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进行 大家提一些问题 或发表一些看法 然后跟李博士做一个互动 第一位 我们请那个卫长江文基会长 来跟我们讲话 谢谢谢谢李博士 就是今天把那天发生的事情 跟大家报告 讲得非常的详细 因为我说大家只是知道说 在网络上看 都是片面的这个information 不是全部的资料 那今天就比较完整的资料给大家看 我是跟他说 以前来必然就是说 政府太独裁太专政了 没有站在说人民的立场 看事情 那我觉得说 刚刚提到 那个影片里面有提到 有一句话就是 当独裁成为事实的时候 就是革命就是义务了 那几乎很类似 你看这个 当初为什么他变成这样 你就是做罪做错 你那个封条没有盖章 人家执意你没有盖章 你应该解释啊 为什么没有盖章 马上要处理啊 你还 要盖章上去 然后对这个李伯顺这个传打脚踢 然后给他 送到这个警察局去 然后对他这么不礼貌的行为 事实上是真的要谴责 所以后来李伯顺提了这些后续的动作 难怪有很多人要提 要集体来号召群众很多人要集体来参加集体述动 当然这个是正在进行的 我希望说 这个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这个假设没有做的话 那变成轮头清风 然后不了了之 还好李伯顺真的很认真 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对台湾政来说一个很好做一个主信 一个好的开始 那我就是也有嫌疑回去参加投票 那我是觉得这个投票的时候呢 给我的感觉是在给我 跟我这边 比如说叫他这边也有选举啊 不是没有选举 可是 投票这件事情来说 这边的情景就很peaceful 所以peaceful就是说 他票也是 他就一张票 所有的那个都在一起这一张票 那票你勾了 你勾了确讯以后 他就直接放进去 就skin进去 skin进去 skin进去就完了 事实上是 这个skin进去就完了 就马上知道 你脱水或者是说结果马上就出 也不需要什么 后续了 就花那么多时间 要来 开票 做唱票 尤其台湾的电脑 的情形应该是很发展 这个应该没有理由 不实行 因为 你看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你看发挥多少工厂 发挥多少这个这个人力物力 来做这个开票 这个动作 我是觉得台湾应该 可以考虑 这个用电子的方式来投票 或者说更多的方式来开票 因为你说过种防币的措施 应该 那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个 那个银行都 都都可以做啊 所有的这个Evolution都可以做 为什么可以 这么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没有做 而且台湾在电脑方面 也是非常的有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像美国选举 加拿大选举 都这样做 为什么不要做 台湾应该 应该 我在想说 希望说台湾在这个选举 应该往这个方向来做 说是这个电子 电子的方式来做开票 这是我一点点的意见 谢谢 李博士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做一些comment 谢谢江会长 我们也是 就是说我今天会 去做很多的 后续的提高的这些动作 我们也是希望台湾好 因为国外已经非常进步了 可是我们国家 除了这个法律的施行很落后以外呢 在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选举的这些流程 他有一些SOP的流程 但是都不照着做 这是我非常失望的 那我这一次就是提极体诉讼 在礼拜六的时候 这个曾博士也来协助我就是我们去跟一些参加的人去做线上的会议 那就是说我再准备这个线 再做这个集体诉讼的起诉 我发现我有很多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去就是类似我们像这样子的线上会议 那就是说大部分人大概因为没有跟着我这样子去收集这些资料 所以大部分就只能听我讲 那我就是去思考到就是说这个如果我是一个中选会的主委 当我我去设身主地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设身主地去想我们国家的这个中选会的主委 他有这么就是承揽这么重大的这个工作 那么他一定要私密是很周延的 那他的漏洞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就就是就是把这个几个可能的情况模拟出来 我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模拟我会比法官在这个玄务上面更加的更加的了解 我基本上我这样做我就是希望说我们国家的这个不论是这个机关首长 甚至是法院都必须要按照一个制度化的方式法制 我上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法治国 都必须要按照一个法治国家的这个正当的程序 来推动一些像选举这样子的一个很重大的重大的一个工作 对所以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这样子的工作说实在蛮累的 但是我我尽可能去做我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当然也帮我还原就是我当天被这个被抬走这样子很狼狈 难堪的甚至影响到我的投票的这个结果的这种状况 对我希望能够让百姓大家都知道公务员对我们这样做 是有侵害到我们非常多的权利 对好那不晓得大家还没有什么意见 OK好谢谢 我们现在请那个下一位曾淼宏博士来跟我们做个comment 好我要强调的是李慧熙的这件事情 我从头到尾这样看过来 好在那天张静律师有到啊 然后呢对那些警察啊 警察是把把他带到西门町派出所啊 他是把他当成现行犯 什么现行犯 就是说李慧熙给李慧熙扣上一个帽子 说说他大闹派出大闹那个选 选举投开票所 李慧熙安安静静的到后门去 竟然被哈 这简直是哈叫做以假乱争啊 驱打成招了 然后呢又对报纸哈 十六家媒体包括新岛日报 新加坡的那个 那个总部在香港 国内外媒体哈就发布了不实的 不实的内容造成哈 驱打成招的事实啊 啊好在张静那天啊 有到现场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哈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李慧熙一样 马上就叫到张静 而且张静马上计程车就赶到 然后警告这些警察 然后他们警察啊 才松手 我想哈 台湾在台湾哦 千文之一啊 千文之一啊 万文之一 没有一个像李慧熙今天能够这么清楚的表达出来啊 啊 所以说哈 我的意思是哈 国家机器 动用了哈 国家暴力 来哈 驱打成招 以假乱争 造成李慧熙没有做 而放垮的事实啊 让李慧熙啊 可能必须要面对 一年以下哈 半年以上的什么什么刑法了 啊 我说我这是哈 咱台湾人哈 就要注意 这一个政权 包括中选会 他们竟然能够控制警察 然后呢 来主导整个 对中选会有意义的选举过程的当事人 啊 我是觉得哈 那有太大的文章了 ok 好 我讲到这里 谢谢 李博士想要回答 我再补充一下哈 就是刚才我在这个后续救济行动这里 我漏了一点没讲就是 我被被警 我提了字数之后呢 被警察传换去做征讯 就是在2月1号当天 那我去做征讯的时候呢 那个征讯的员警竟然跟我讲说 他们去发动对我积压的这个动作是来自于中选会 可是呢 我们都很清楚 我刚放了这么多各家媒体的这个影片画面 这个影片画面绝对不是中选会所持有的一定是警方所持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台湾的警察是跟媒体之间是有那么过重胜密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 我说我在我在这个这一次事件之前呢 就有很多次跟这个警察交手的经验 甚至我从很多人的个案知道说 很多媒体报导的内容是来自于警方 片面来自于警方 从我的案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当天呢 警方把这些影片 发给各家媒体 但是媒体 总共十几家嘛 没有一家来采访我 也就是说媒体根本就没有平衡报导 媒体完全没有平衡报导 这就是我们台湾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所以以前我去看这个彭文正的节目 他就是他跟我一样可能就是比较诚实 所以他不接受这个有给钱去报导 做新闻的这个就是说 这种不诚实的不专业的 他不做这样子的媒体人 就像我不愿意做一个不诚实的一个百姓 或者是学者 一样在台湾都是被这种公权力这样恶劣的对待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在不论是公务人员 执法没有独立性的人格 在媒体上面他们也没有独立性的人格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面临到台湾整个 整个包含商业界我在猜 我大概有听到一些都是这样互相挂钩的 这个问题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商业他们的这个范围非常小 但是公权力呢 他随时可以栽账你一个罪名 就把你把你抓起来了 甚至他可以把你抹黑 利用这么多家的媒体来抹黑你一个人 这就是我要请教各位的 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去处理 就是说这么多公权力和媒体 他们结合在一起 在对付任何一个百姓 可以把一件事实朝扭曲的方向去发展 这样子 你博士请关掉PowerPoint PowerPoint 好 关掉 那怎么看一下 好 整个把它关掉吗 对 套出来还是关掉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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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Close 你要到题目最上面 好 这样子 好 好 对 对 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的那个脸就比较大 嗯 好 这样 OK 好 再来 阿渍伊 我们请老中医博士来给我们做个感谢 老博士請 我说话有听到吗 有 有 我头突然感影像就找不出来 我想漏死了 下星期对我说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不可以operate 奇怪的找不出来 我如果每个人去看 因为我每个人都有在看这个 这个 咖啡这个战争的事情 我日未都会看这些video 每个人看video出来 哪想要都感觉 都感觉 都感觉这个zoom 还是我们整个web 都会有问题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OK 我想回来这个 李博士这个事情 这实在是 坦白说 你这种所谓 较 民主较浓 民主思想 一般社会追赠 较浓的所谓 这是 枪材发生的事情 不是那些 奇怪 差不多 一些这些 独自的国家 会变成独自的国家 还是一些这些 较浓的 这种民主所谓 所谓 较浓的地方 都会参加这个问题 所以 我是一直在感觉 台湾这些 书法 有时候 我们来说我书法 像现在李博士 也去过 对不对 去过 有时候 可以 让你有公平 从那里 说到 十五个小孩 是 十五个小孩 的事情 那 有时候 一般来说 警察 把他过尖刷 的 那 这些 那些 事实上是 重力 警察局 真的出了很多 事情 在中立 警察局 你看 以前的 中立事件 就是 重力 警察局 出了很多 他们的警察 出了很多 所以 有时候 大家说 出了太多 两个要拗 很難拗 尤其 把一个 十五个小孩 山山 把他过尖刷 他就是 用过尖刷 李秋刀来说 过尖刷 那是 你 普通 我年秋刀 你会有榻榻 榻榻榻 你若没榻榻 你 摇到 你 摇到 OK 所以 他的事情 结果 有 得到 其他 来说 我是 台湾 的问题 你 如果只要 就立 司法 要改正 这个司法 我是觉得 没什么 六关 因为 基本上 你 没有公信 烈 就是 政府的 基督 他没有公信 烈 所以他今天 如果拍你贏 你可能是好 不知道 什么原因 贏 不一定是你得 如果拍你输 不一定是你不得 OK 他没有一个公信 他就说 他冠权 就像我说 你头领的 各位 他就 中山回 他就要这样做 他要把你的影像 去 给那些媒体 那些媒体 叫他们说的 你不 一般的人 就不知道 什么人对 什么人不对 但这种現象 在台湾已经很多了 所以 就是说 较有在思考的人 已经会 对于 今天台湾的 政控 已经会 参省 和这些公信力的 会议 一个 政管 本身 如果 那些公信力 比会议 这个政管 是很坏的 坦白说 他的问题 很大 他 什么事情 他要跟他说 真正是什么 没人要信 最好的 就是这样 尤其台湾 还有这个 这个 所谓人同 人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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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用意识形态 就是说 对 真正是什么 不想去看什么 是真正 是用意识形态 来决定 要相信 什么 我说 这个问题 很厉害 所以我 我是一直觉得 台湾 司法 一个国家 一个正常的国家 司法 一定要独立 公務人员 一定要有 那个執法 就是说 要对公官僚 如何使用 他的窍途里对 要有 一个基本的 认识 但是 台湾今天 完全没有 台湾今天 完全没有 只要靠司法 改革董 OK 由司法 改革董 说 要立法 如果 要有法度 可以把台湾的司法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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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这个号召 是 不容易 OK 所以 你个人 我相信 你这样做 是很正常 就是说 去跟他抗争 抗争 你不一定会 大概 四个机会 很大 OK 四个机会 你就不要 你就是要用 这个过程 里面 如何 去 抓到 那个重点 去教育 观众 我有时候 觉得今天 这个台湾很多社会问题 社会 文童里面 我们说 什么 无论 那个重点 就是说 到底 我们教育 文童是要教育 什么 你现在跟他说 我们就是 像你一样 一直在强调 有公权力的人 執法的时候 要有 要有法律 依据 那个已经不是重点了 那不是重点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法律的基础 OK 他可以拿到台湾里面 很多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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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对他优利 还是够随 优利 什么 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重点压力的一个制度 OK 所以你就是 在这个道经的过程里面 甚至要 去对这个公信力的本质 和这个国家 今天这个国家 他的无法法的本质 替他 曝露 这样 真的对台湾人 台湾社会 有利 就是说 你要曝露 他的基本的本质 是根本无法法的 根本是乱七八糟的 一个外来的 所谓 政管 的法律 他的宪法 来 处理在台湾的一个地方 他很多名字 是无法律的 在这些无法律的名字 我们要不断向他迫路 我想说台湾的针套是 要靠 真的要废读 今天这个所有的中法民国憲法 真的中心 比如说 做做一个更公平 合理 和可以让台湾的进步 的判断 和他的制度 中中 OK 这里我来看 谢谢 OK 李博士 对 刚才这个 刘先生提到 几个非常好的重点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我 我刚才的power point 为什么把那个 那个被过肩摔的 这个 钢琴老师 还是音乐老师 那 他的 这个报导 把它放到 这个 主题里面 我 我就是要讲就是 他为什么会胜诉 事实上有很多人 告警察是说的 我以前 也告过警察 但是法院 都跟着造假 他们要保护警察 那我知道 就是说 警察是被 被操控 那他们也敢 这么大胆妄为 主要就是因为 你告警察的时候 法院 他连造假都在说不起 就是为了保护警察 那 这个 很多人告警察 都会 官司会败诉 可是 那个 那个 那个老师 那被过肩摔的 不知道是钢琴老师 还是肺手骨的老师 有人这么说 有人那样说 那不管怎样 就是说 这个老师 他去告警察是成功的 那 那个 那个警察是被判刑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 这个案子受到大众的瞩目 因为 这个影片 一放出来的时候 全国 观众朋友都看得到 而且呢 都直指 那个警察不对 第一个就是 那个 那个女老师 是一个弱女子 第二个呢 他 他还是老师 不管他是教什么 他还是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 一般在社会的形象 是比较好的 他基本上 他不是 那个坐监犯科的人 他被怀疑 一是 是那种 可能警察 怀疑他是应召你 或干嘛 才会对他去做盘查 但是警察并没有讲那么清楚 因为他判断错误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他 这个警察去做了 应该是可以 我们所谓的 这个比例原则 就是要在所有的方法当中 他找出一个 伤害比较小 结果警察是采用最暴力的手段 来对一个弱女子 所以他这个新闻 被大事的报道跟披露之后 很多人都关注到 这时候呢 法官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 变成 有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那里 所以他不敢乱判 那也就是说 我这次 我为什么去 在几年前呢 我就开始注意到 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的案件 只要大众注意的 基本上 你证据 还有诉讼法 你就是策略上做得好的话 那么通常 会还给当事人公道 所以我就 之前我这一次做集体诉讼 这个集体诉讼是有 参加的原告 有很多是我不认识的 那在这之前呢 我就做过一次 上次我有讲是告大法官 所以我目的 包含我参选 我就是要披露 我刚刚刘先生也讲了 就是说 其实结果 胜败是一回事 但是我最主要是要揭露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公权力 过度濫权扩张 以及这个司法 到底能不能够替 替我们百姓把关 因为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那我们的对手 对照如果是公家机关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司法要真正的独立 就是完全要依据法律 依据诉讼法 有很多很多人 事实是对他有利 可是因为他不懂得操作诉讼法 所以官司输掉 所以我在过去几年 我专研诉讼法 所以我有一些是我案子 我告了法官 我还会胜诉的 所以我今天我是有自信去 号召全民去打这场官司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 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 引起大众的注意 那虽然我目前不是那么有名气 只有号召到一百多个人 但有一些人知道是 因为他们已经去提告了 我后来才知道的 对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这个法官要怎么断这个案子 好 谢谢李博士 OK 厚志威 我们现在听这个 在北加州的庄圣经 来给我们做一个comment 看有能够给李博士一些建议没有 李博基博士 是 你基于台湾民主参计的信任 这几次愿意参加 按照现在的选拨法 整个去参加 你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是因为你照整个选拨法 都本来有规定 但是 这些人 选拨的人 还是警察的人 都想说 他们有职业的见带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什么要紧 虽然是有明文规定 他认为说没什么要紧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选拨结果大概也不会两样 所以 不管是 那个 选入人员 和警察 都是因为他们习惯性的动作 职业性的 想说这样过去就好了 他没有那么样认真 想说 如果要檢查医疗体系 他一定要换手套 如果说法律体系 一定要照规矩 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规矩 所以 我是觉得 你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实在 实在是不敢 你在楼林 你泡筋 这么多努力 还是做这么样的 那个受到不公平 不过 你如果这样够下去 法官也不敢硬拷 多少会给他们说 你这样不对 你如果都没有 你插在他身上 他们就是说 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如果 我们这样的努力 那我们就可以提醒他们 这样硬拗不行的 不能便宜行事 今天的你的case 也许不太影响选举结果 但是哪一天 就有可能很critical 你如果平常 没有这样 准备好 盛起来的心 那可能他就变成 习惯性的动作了 那到时候 累积一点一滴 就累积得很大 容易改不回来 说不定 所以司法体系 照那个 TED你说的 就是整个司法体系呢 是很多人无所谓 认为是按照包围就好 但是这个是靠一点一滴的拉起来 当然如果有像司法改革党 能够更有力来的话 他这个司法的公信力 希望能够提升的更快一点 希望你 谢谢你的努力 不甘 不甘 谢谢 李博士 好 谢谢大家 我其实 我几年前 我碰到一些冤案 我今天 会去钻研 我知道 因为我在 我送美国的教育 我知道美国人都很有争议感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是在那个文化里面 包含我自己的个性 就比较是有争议感的这种个性 所以我 尤其是在我 过去几年在台湾教书 我其实我很非常挫折 因为我非常认真 我越认真 我的学生就越不喜欢我 后来我就觉得 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方面 那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就一直要学生去注意到 这个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对政治完全没兴趣 我不知道那些就是公共议题 因为我教的是 企业方面的 我那时候在讲财务 也touch到一些法律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公司 他们做假账 造成那个公司最后倒闭 所以我就一直在提醒 学生要去做这个社会善良公民 那社会善良公民是要去坚持 做对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以身作折 可是我以身作折的这个下场 变成 我又很多做不完的事情 然后呢 之后碰到官司的问题 我为了要去了解这个司法的问题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诉讼法 所以我终于知道 上次我们在研讨的时候 我有提到一些法治国的原理原则 是没有被遵守跟去追寻的 我们现在的国家 就是在一个腐败的体系之下 所有的公家机关是没有 SOP没有流程的 包含我到警察局 我那天去递一个保全状 就是我被提告的这件事情 后来人家提醒我要去做一个保全 后来我去递了一个文 既然他不收我 还问我一大堆警察 东问西问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只不过去送一个文 那竟然推托 然后不愿意收文 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 我只是因为你通知我 那我就回了一个文 我这样子做 你没有权利不收我的文 可是竟然搞了很久 他们才收下来 因为我要求他给我法律 给我SOP的这个 为什么你不收我的文的那些SOP 竟然他们不敢拿出来 因为根本没有 因为我几次跟公家机关 接触的一个结果 大部分都是这样 他们很多时候 就像刚才庄先生讲的 他们在便宜行事 他们明明知道没有的东西 然后通通是用自己心里的 主观的意志去决定那个结果 他们没有想要在 发现问题的时候 像我们在美国 我相信如果碰到一些问题 他们的公务人员 或者是执法员 会想办法去解决 碰到的问题 或者是提报上去 让上面来做决定 可是台湾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想办法在第一线 就把一些问题先押住 不要把一些问题 提报到上面去 给上面的主管的麻烦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我教的学生 我也发现到普遍 学生都有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是最后还是 跟我们台湾的教育有关系 还有就是说这些老师 像我这样的老师 我真的教不下去 那现在跑出来选举 然后发现这个司法的问题 更严重 那所以我说实话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这个要花掉 我也许我都已经这么多岁数了 可能要花掉我下半辈子的时间 但是我不是因为我有信仰 所以我只能说求神带领 那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也许哪一天机会来了 这个整个情势会翻转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讲就是说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 那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是在司法 那司法的问题呢 是需要靠大家 刚才周先生讲的就是 我们不能让他停 就是要有人去投食问路 或者是有人去揭露 我的目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真的做到完全的改革 但是我想揭露是有必要的 所以这个集体诉讼 他至少在这一百多个人 甚至透过曾博士还我的频道 他可以播放出去的人数 会超过一百 一百就参加的这些原告 一百四十个左右 对 所以我想这个 我其实不要去想那个后果了 但是就是想说 我们就是去做对的事情 我的心态就是这样而已 对 好 我先讲到这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博士 下一位 我们请黄振平 躲在温哥华的黄振平 来给我们做一个comment OK 谢谢 今天再听到 Dr. Lee 他关于参加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 1968 就离开台湾 所以我在台湾没有投过票 但是我在台湾 对 1972 到这准 每一遍 无论什么投票 我都去投 但是 在投票所 在台湾 都没有看到一个警察 这台湾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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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湾人的属于 政材 没有尊重 民主的关联 他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 the definition of freedom 他们不知道 所以 在港台这里没有警察 那台湾有警察 哪里有警察 哪里是人 那警察是要保护人 保护六百姓 因为六百姓有钱 有钱 那警察不是要恐吓 六百姓 所以我建议 你就要够 用警察每一个名字 抓出来 你知道什么人 这就一定够够够 这在港台 絕对不可以 承认 絕对没法 因我们这样做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 李慧希你有很多仇 能够够够够 看他怎么做 这是我的个性还是 到底港台我也够够够 希望你能够成功 我相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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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士有没有感谢 谢谢 谢谢这个黄先生 对 我其实我刚讲过 就是 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 只要他对的事情 我们看到 不公不义不法 那就去告 而且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对 因为我现在 尤其是这个选举的事情 刚刚我 不过我很讶异 就是说 加拿大的投票所 竟然没有警察 所以 所以显见 就是说 我们国内这个 投开票所里面有警察 事实上他们就是 准备好 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个选民 他们基本上 心态是针对这些选民 需要用 需要用这个高压的方式 去监视 去监视 所以 更离谱的就是我那一天 我在 投开票所的后门 一次来四个 然后之后呢 一车的警察又跑来 还好 那真的是 如果一般人更会下破胆 对 那我是 我是觉得我没有错 所以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害怕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台湾 这个警察 在面对这个 百姓的时候 你看那么多人 他不会听你讲完 什么东西 你讲的意思 听你讲完之后 他再回答 他不是 他想办法激怒你 所以有很多人是 因为被警察激怒 然后去骂警察 然后被 被 冠上另外的罪名 所以我都知道这个状况 那一天我就比较冷静 对 我可以给你一个 例子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她的太太被她先生欺负 然后呢 她的太太打电话给我 说她的先生对她有暴力的行为 所以她叫我到她家 我到她家进去的话 看两个警察 非常个子非常高大 另外警察的话 在加拿大 非常不喜欢 处理这个家庭事情 那两个警察看到我 非常高兴的不得了 那时 You are busy now 他们就马上跑走 哦 所以这个 加拿大警察 他是来保护人的 不是来 这个 他拿公交的钱 这个 我不晓得台湾的警察 怎么样训练 他们学校 你有警察学校啊 他那个教育 怎样教育出来的警察 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今天听了你讲 在台湾这个 有好多问题啊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OK 我们现在还有两位 我们现在听范曾昌 在纽约 来个人做个讨论 一下子 在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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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拜拜 好 好 我分身上好 非常感谢 Dr. Lee 您的 事实经验 当然我非常 非常地 同情 也非常 驚喜 听到这种事情 可是我一直 我也是 好久没有在台湾选举 之前选举 我 印象中也没有警察在那边 我不晓得是万华那边 特别 特别的那个 特殊地方 那我 我的一个 一个感觉 现在台湾就是所谓的 absolute power 就是 absolute corruption 那 好像 民进党执行 之前 国民党执行 他就是绝对权力嘛 现在民进党执政到8年 也是好像就绝对权力媒体全部他在掌控 好 那 这个 这个情形 我 我现在看到美国 也不是说像那个CP讲的 或是像Dr. Lee讲的那种的 我如果说 这个 加拿大那么好 我还想移民过去 我现在在纽约 那纽约的情形也慢慢跟台湾相近 现在 所谓的那个极左派的 那个 那个 也都 都是好像 很乱了 现在 我 我只是用用这个 川普的例子就好了 川普 前几天 他被 纽约州的检察官 黑人 检察官 公告说他在 佛罗里达的那个 川普的别墅 自己 谎报价值 然后跟银行贷款 那 其实 川普的 那个 跟银行是德意志银行 那贷款两个都非常 非常和谐啊 川普付利息啊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变成 反而是 纽约州的 检察官 来提起诉讼 所以已经诉讼五年了 啊 法官 竟然就判 要赔 三亿多 要罚三亿多 3 billion不是一啊 3 billion 那 那个检察官 又还在 提说 他五年前就诉讼 英诀 合起来说 4 billion 这个在 在 在我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 而且更奇怪的是 川普的儿子 和川普有两个儿子 也都要罚几百万 那不能在纽约 在从事商业的活动 超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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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说了算 啊 不过 台湾的情况 回来是台湾 啊 我是觉得 我们 我非常鼓励 Dr. Lee 继续下 总是要有人把这种 这种事情提出 诉讼 让民众知道 才可以有机会扭转 我们一直 这个 证明 台湾建国证明制限也是这样 就坚持对的事情 我们就坚持下去 只慢慢的 就是会影响一 一般人的观念 直到Tipping Point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酵的很快 刚才 Dr. Lee讲SOP 他们的训练 有没有 有啊 可是出来执行的时候 会照吗 会按照SOP吗 我不认为 因为有中立事件 我是中立人 到 刚刚刚讲的 过肩衰的 这个 我说实话 你没有讲 我还 还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 怎么 把车子停下来 拦下来 还可以过肩塞 这很奇怪的事情 不过 我非常感谢 您把这个实际状况 让我们有机会了解 我当然不希望 这种事情 再持续发生 那 我印象中 我们之前选票 就是所谓的透明的塑胶 盒 这样丢进去 也没有 我当然是没有看 警察 只是全物人眼在那边而已 我希望是能够回复到那种情形 好 谢谢 希望您继续加油 也希望能够成功 我们至少会支持您的坚持 谢谢 李博士要不要感谢 我先回答 我先回答 我是在 那个文湖国小 我们那边有三个投开票所 三个投开票所 好像只有一个警察 在门口 管三个投开票所 是在里面 没有没有在外面走廊 是这样 对 好 李博 我們那裡有兩個投票所 一個是廟裡面,一個是廟外面 我不記得在投票所裡面有 但是坐在廟旁邊應該有警察在那裡 剛才講的說 我們台灣的狀況 含來含含含含含 含過關就好 這次有很多中國的 中國的媒體人 被邀請到台灣去 他學到台灣說好都好 所以定義說 他如果比較起台灣 比中國應該是我們台灣進步很多 但是不能比那個很低很低的 我們應該要往好的方向走 我想台灣方面那些 既然都盯得清清楚楚只是便宜行事 可以簡單就簡單 想要讓人混蛋 你不要給他 過關就好 你如果這樣就要反抗 自然的反抗 所以設立一個例子讓他說不要 每一次都是這樣想便宜行事也是應該的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是 我去投票的時候那個警察就直接是在裡面的 可是他穿的有點像是交警的樣子 感覺上他就是警務人員 也是他把我帶到後門 然後最後是他跟協同另外派來的警察把我偷走了 也許他們都準備好 他們知道我住在那區要去那邊投票 對 那因為我平常就是有發表 我想莊先生知道 我那時候在競選的時候 我跟鄭博士在街頭發表了言論 不是這個蔡英文總統 要不然就是國家這個司法大官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我們也不要遮掩 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就被盯上了 所以我其實就如我剛剛說的就是 人在做天在看 只要我們做對的事 堅持到最後總是會有一個真相 會水落石出 對 好 我回覆到這裡 對 OK 還有一位 那就是我 我通常都是最後一個做一個comment 我今天要講 我住在西雅圖 我叫周昭亮 我們那邊選舉也是都沒有人 我以前西雅圖是 每一次你都要到那個選舉的場所去投票 投票的時候都沒有警察 根本也非常簡單進去 然後就出來 就有幾個好像是義工的人員 在維持秩序 後來我們這邊已經是用通訊投票了 所以幾乎有兩三次了 有四五年了 大概都是用計的 或者是你已經選好了之後 拿到一個特別的油桶丟進去 那就是了 他們就在那邊算 OK 我要說有幾點 我覺得這個case 李博士有說到一個影片出來 然後在各個報章雜誌 都在相同的公法 包括那些演講的講話的內容都是一樣 這標示出來說這個媒體沒有盡責 就是這個檢察官 他打算先下手為強 把大家的輿論先導向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很厲害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沒有來訪問李博士 然後這個報紙就這樣出來了 也許速度的關係 他可以這樣子先出來 但是事後也沒有再報導一次 所以這表示第二個是我們的媒體還是 好像是政治的工具 好像還沒有訓練到 曉得這個基本的嘗試 通常一件事情發生有兩方的話 一定要兩方都要 除非說已經打電話給你 你沒有回答 他們可以這樣寫 寫說有打電話給你 你還沒有回答這樣子 但是連這個都沒有做 所以標記我們的媒體還是很不行 第三個我要評論的就是說 我非常佩服李博士 因為有在美國念過書 因為有接觸到美國的那種自由的風趣 有法治的那種想法 所以回來之後會看到台灣的現象 會思考 然後會進一步去考慮怎麼樣 能夠讓台灣更好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一種想法 可以想讓台灣更好 不是只為了自己的生活 為了自己的收入 這樣考慮而已 所以台灣是需要更多這種有意氣的人 有對台灣有愛這種想法的人 更多的話會更好 所以我非常佩服 但是我然後我非常支持李博士要繼續訴訟 甚至用集體訴訟的方法 這沒在說我是一個新的方法 我是不太聽過 不過看樣子已經創過一次了 所以應該可以繼續 司法沒有辦法進步 是因為以前的司法是不公正的 那民進黨執政之後 本來也是講要司法改革 結果發覺不改革的話 對民進黨執政更簡單更方便 所以他就假裝忘掉了 或者是改革的一半就說改革完了 這個實在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需要我們老百姓一個一個出來講 那像李博士有這樣的知識的人 很難得能夠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所以下一步可能就是要 讓更多的群眾老百姓知道 怎麼去知道 應該要想一想用什麼方法 那我們這個研討會 我們原來的目的當然就是 正名制限建國 希望台灣建立一個 不是只是建國 是建立一個人人很欣賞很欽佩的 有公益有爭議的一個國家台灣國 這樣子每個台灣人就會非常有尊嚴 這樣活下去 不過看樣子還有一段距離 不管是建國的距離 或者是台灣老百姓 曉得建國的目的 曉得司法要公正 曉得所有裡面的各行各業 曉得怎麼去做 才是一個有尊嚴有文明的國家 這個其實還是有一段很長的路子要走 所以我期望這是一個轉機 就是說你繼續努力 其實司法改革黨裡面也有很多對司法不公的事情想要出來努力的人 那個曾廟宏博士 他在這方面非常的幫忙 所以應該會有一個 impact 不過我往往是希望 知道司法改革黨 雖然是說因為裡面的意識形態有些人不想講統獨 但是我還是認為司法改革黨應該跟台灣需要獨立成一個新的國家 所以應該也是要往這方面去努力 不是說我們把司法改革之後就完成了 應該是要變成一個新獨立的有尊嚴的國家 這樣子的話大家一起做司法改革會更有力量 所以司法改革是很重要的 他當不公平的時候一定很多臥臭的事情會發生 就好像現在的民進黨 可惜我們對他期望很大 但是這八年來就是還是不動 所以還是要靠民間的力量最重要 所以大家繼續要努力 這是我想要說的 我很欽佩李博士的知識跟努力 方法的話要研究看怎麼樣能夠成功 謝謝 謝謝 我做一些補充 就是說第一個 我要強調的就是媒體不只是沒有平衡報導 你知道他們那個影片或者是報導的內容 有些在下午接近兩點一點多的時候就發出來 也就是說早上九點投票到一點多 就是投票進行了四個鐘頭 那下面還有三個鐘頭 等於是大概才一半而已 他們就把這個新聞發出來 那我是候選人之格 而且他們在這個文章裡面有寫到我是候選人 所以他們知道我是候選人 那也就是說台灣有一個法條叫做意圖使人不當選 你想想看他們媒體多少都懂一點法律 那他在投開票還沒結束 就把影片跟負面對我負面的新聞發布出來 是的就是意圖使我不當選 這是很最正確鑿的 那就是我剛才沒有提到 他們這個是一個不是只有不平衡報導而已 不論是事前或者是事後 完全都沒有跟我接觸過 那這最重要的就是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 所以我去接下來我媒體的這個部分還沒去提告 因為我想要得到更多的證據 道理就是說是警方哪一位把這個影片發布出去 我再來提告會比較精準 那這是一點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也知道就是我現在在做的這個事情 說實在的這遠超過我的能力很多 我以前不是學法律的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不是學法律的 我才看真的看到真相 假設很多人都叫我去考一個律師 但是我其實我真的不太喜歡背那些法條 而且我真的 以前我在台大念書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必修課名法 我其實不是那麼喜歡 我比較喜歡寫程式 我覺得我可以浸泡在程式裡面可以一整天 可是你叫我去背那些法條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在法條的結構 我把它程式化 我就非常有興趣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我對法條的專研是用程式的判斷方式來研究的 所以我有時候我就覺得 我對於 就是說有一些 有一些事實 我可以對那個法條反應得很快 是因為我用程式的判斷的方式 去了解那個法條的結構 可是我很訝異 台灣的這些法律人 竟然都沒有這種能力 所以呢 他只要在 我只要在證據法則上面 我能夠找到足夠的證據 我們講說官司的成敗 事實上都是在證據 那我只要把那個證據 能夠掌握得很好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官司不會敗訴 但是有一個風險就是 這個司法是為了政治服務 那就 那就是要變成 我又想過 最終是要 不是政治解決 要不然就是上國際法庭 對那又是另外一個 超過能力很多的地方 但是這個部分 我已經競選 我已經走了 對不對 那人家說再一次 我也不知道 我會不會再一次 也許 也許不會 因為我覺得不好玩 很累 而且這個選民 選民不是那麼理性 我去選舉 我知道 選舉是一種廣告 而不是一種 就政見的實現 是真的是廣告 你看我們中正萬華區 那個候選人 那個 在很多的大樓 很顯著的地方 他們打的廣告 非常的 非常的多 那我們這種小黨 沒有經費 然後又不知名 雖然我的學經歷 是全國 幾乎是全國最高的 而且我接觸司法的時間 這麼久 很多人知道 但是最後呢 雖然我知道 選票 選票是有問題 但是我也知道說 票也不是 不見得是可以拿到最高 但是這條路我也嘗試過了 就是說台灣的選民真的是需要 需要用一種方式 不曉得怎麼講 就是他們的這種意識形態 勞不可破 那他們在乎的是政黨 政黨會左右到那些立法委員的 同意權的行使 所以他們寧可投那些大黨 他們不要去創新的這些黨 或者甚至有在努力的這些候選人 他們都不看這個 最後 只要那個氣保效應出來的時候 你多好 他們都不在乎 所以 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的這個政治的局勢 選民是需要更多的教育 其實我有想過我們台灣以後選舉 不要用廣告的方式 應該是在各個區域設立一些證件發表的地方 然後完全都可以不要廣告 那就是證件發表跟在那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有公開的資訊 甚至可以播放到各個媒體的這個 這個資訊讓候選人去發表證件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因為如果是把它當成一種廣告的時候 然後氣保效應出來 你花再多錢 像我們這一區這個雲美人 我雖然票不多 錢真的沒有像那個雲美人花這麼多 那他真的是花了大筆的鈔票 但是也沒有那個CP值非常低的 那就是因為氣保效應產生 所以更不要說我了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選上也沒什麼遺憾 但是我的目的多少一點達到 就是把一些國家的這些司法濫權的 還有公家機關腐敗的這個問題 讓廣大的選民知道 投不投票是一回事 但是他們知道 但是最後還是受到氣保效應的影響 那所以說我們每次曾苗紅都在講說 我們博士是 就是說具有社會教育的義務 但是我剛剛講說 其實我真的在回國以來我都沒什麼賺錢 但是一直在投入這個社會義務 那也是我不知道 最後我就說我有信仰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被帶到哪裡去 我也是看上天的意思 但是我總不能一直這樣下去 對 所以最近就是剛好我們候選人 我們同黨的候選人有一個叫做劉青田劉老師 對 那他的這個平板的 他的平板的電腦 數學的電腦 就是要想辦法銷售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在幫他推廣這個 這個基本上跟我的專業基礎也是有點關係 所以我願意去幫他做這些事 不然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 後續的這些訴訟費用什麼的 要怎麼持續下去 但是我想神都有他的帶領 所以我也也就是 反正我一向就是這麼做人 那對的事情就是這樣去做 所以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夠 有更廣大的一個社會的支持 那我的這個回應就到這裡 謝謝 非常感謝 像你不是法律人也不是司法人員 但是因為對這方面有熱心 有興趣有研究 所以結果你講出來的東西 比一些法律人還更有趣更深入 更讓我們可以思考 也像我們這個正名制限建國的這些夥伴們 大家在一起討論 我們其實幾乎沒有人是 是憲法的人 也不是正名的或者是讀政治的 但是我們有對台灣的未來有熱望 有希望 所以我們結合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講出很多很有用的東西 可以給政府參考 可以給台灣人民思考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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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